老外妈 你在这儿我们报警了 歇巴都要可怜 越吐越歇巴 因为语言表达困难 口吃患者经常遭到嘲笑 歇巴是不是遗传的呀 爸妈是不是都歇巴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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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谢谢 青少年之间的欺凌 往往更为常见 我们怎么样了 我 我 我怎么样了 你让我们走我们就走啊 你说的出口吗 你给我们读一下吧 表演一下吧 话给人 我怎么拍呢 读不读啊 你 读呀 我们 这边的男士一直在关注 好玩吗小朋友 好玩吗 你在这儿我们报警了 我们又没约往了 他本来就是个结巴 我们都干不下去了 干老酒 你们又不认识他 我刚刚刚说 不管认不认识 你们就不能照顾的 人家都在哭了 哭什么 除掉错 还是一个结巴 我是结巴 如果你弟弟妹妹 你会怎样 你会怎样 对你去死 我家可能都是正常人 他们后面还有隐藏的一句话 就是既然你不正常了 那你就没有权利享有 跟我这样的正常人 同等的幸福快乐和平等 这就叫歧视 我们就是开玩笑了 好玩吗 开玩笑也不能你们这样的家呀 欺负人家是什么意思的 我没有欺负他 我们啊 你白死你 你还没欺负人家 你们也是读过书的了 我们没有文化的都知道 我们现在没有文化 但是也知道 不应该这样欺负人家 我刚刚念那个字 我说他是不是外国人 我跟他说 他后来发现是个口识之后 所以我刚才看到你 你也是非常的气费 在说 只是 有点忍不了了 反正总的来说 就是一句话 干不惯 别人欺负 那个弱势情侣 我们能帮助别人 就尽量帮啊 我刚才听到您说要报警 毕竟这个是我们不能说 我们 虽然是我们能 打的赢人家 但不过我们不会啊 其他的我们也不懂 两位是城市什么 该挖掘机的 我是 南乡毕业的 工地上的 他也是工地上的 我们俩的皮肤就是 这么黑 今天节目真好 一开门红 遇到两位农民工兄弟 用他们的身体力行 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素质 什么是文化 刘老师 刚刚我觉得 第一位说话的这位男士 有一句话特别特别打动我 他说其实 文化跟个人的素质 没有什么关联 对 就是 内心深处的善意 很多是在成长过程当中 逐渐形成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所说的文化往往是教一些 就是语文数学 英语啊 等等等等 但是如果内心深处的善意不足的话 哪怕学历再高 有可能做出来的一些事情 是我们看不惯的 你看这两个小伙子 他认为去 帮助这样的弱势群体 他用了这个词 帮助这样口吃人士 这样的弱势群体 理所当然的呀 对 你在他的行为局势里面 这是一个常识 他说出了人类学当中的一个真相 以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